年度大潮再加上的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在雲林博子寮漁港區現在淹水了 居民很無奈 只能夠自救啊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以及年度大潮影響 雲林博子寮漁港低洼區水淹居民吸蓋 這裡有十幾個住家 這個車口已經影響到我們居住的安全 就怕淹水影響居住安全 行政院長陳靜元一號中午 也緊急趕到博子寮漁港 視察淹水狀況 就怕積水從港區灌入村莊 水利處也在橋樑高處架起 當水閘門 就不會到村落裡面去 同樣在彰化縣西鄉溫宰港 漁港 海水漲潮也淹進攤販區 老闆 你看今天是煙煲料的 攤位淨水一秒變成水上漁市場 裝著漁獲的保利龍河也在水面亂飄 讓攤商好無奈 另外彰化王宮漁港也有海水倒灌 受大潮影響海水一波波湧入王宮漁港提案 船隻水位已經跟路面齊高 而颱風還沒來 大潮就已經讓許多漁港淹水 在林一峰 方中辰 彰化雲林報道